我可以問你一問嗎? 嗨 大家好 我是Koffi 今天要帶大家去看看 忠孝新生的四家不限時的咖啡廳 因為我自己很常在咖啡廳辦公等等的 所以我很常找這種 不限時的咖啡廳來做事情 然后今天就带你来看看中跳新生附近四家有特色的咖啡厅 第一家我们来到的是这后面的Paper Street Cafe 我们就进去看看吧 Paper Street Cafe走的是比较工业风 就在华山文创园区的斜对面 里面的空间宽敞 有个人的位置也有大桌可以使用 不少的位置都有插座可以用 蛮适合工作的 品项的部分有简单的咖啡 也有很多的甜点 甜点柜上面画的东西超级可爱的 比较有名的好像是布朗尼以及演法国 可惜这次没有品尝到 我点的饮料呢是拿铁 早上来一杯拿铁是一件最疗愈的事情 但大家应该可以从我的表情上看出我对这杯拿铁的评价 因为它就不知道为什么有一股受洗烧酱油的味道 感觉是一个稍微烘焙过度 然后我不好说的拿铁 大家可以自己去品尝看看 可能会有人喜欢那个味道 不过就刚好不是我的菜啰 在这边办公室还蛮舒服的 一切都很chill 而且里面的客人几乎都是一两位为一单位 所以不会到很吵 有很多人喧哗的 第二间咖啡厅是好修咖啡 他们家的装潢走比较日式文清风 但是有个小缺点是有些位置真的还蛮挤的 或是跟隔壁的靠得很近 他们家最有名的甜点就是千层蛋糕 其中最有名的口味又是这个太奶口味 我不知道为什么在这个影片里 我看起来像一坨生无可恋的肥肉 那个手臂我真的受不了 但这不是重点 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的表情看起来好像这个千层很难吃 但我觉得这个千层其实真的蛮好吃的 是稍微可以匹敌Lady M的千层蛋糕 然后它的价钱也很便宜 大概140 150左右 也不是很便宜 但至少是Lady M的半价 我觉得是蛮值得以示的 不过觉得它口味是蛮好吃的 然后太奶的话也蛮太奶的 我到底在讲什么 反正就是喜欢千层的朋友都可以去吃吃看这家好修咖啡 他们的咖啡味道也不错 而且根据他们门口的招牌 他们使用的是公平贸易的咖啡 是一间蛮值得支持的咖啡厅哦 第三间咖啡厅是卡纳达咖啡厅 介绍完了比较工业风装潢 比较文青风装潢的咖啡厅 卡纳达咖啡厅是一间韩式的咖啡厅 里面的老板似乎都是韩国人 然后空间里也是蛮舒适 是工业风带文青风 因为它有裸露的一些砖头啊等等 菜单的部分是用手写的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他们有咸食锅类等等的 可以吃主餐 你们看是不是看起来超好吃的 而且实际上也是真的很寒的一道料理 让我不禁想起在韩国留学的日子 座位旁边有充电的也有延长线 所以基本上不用怕找不到地方充电 也是一个很适合念书的咖啡厅 今天的最后一间不限时咖啡厅是金金咖啡 走完了所有工业风文青风韩风 当然不可少的就是网美风格的咖啡厅 他们家最有名的菜色就是这个牛排薯条 两个人吃刚刚好 但这次刚好没点 除了网美风的装潢以外 这边的餐点也都长得很漂亮 很值得拍照上传Instagram 店人说我们点了很多道 但是都没有点饮料 所以送我们两个一人一杯黑糖牛奶 真的超级贴心的 虽然不知道到底是不是因为我们点很多道 还是我的相机带着收音的毛毛桥 看起来太专业了 其实餐点的整体我觉得没有到很好吃 但很适合一群豪杰妹来大家各自点不同的餐点 然后一起拍照聊天等等 毕竟是个不限时咖啡厅 所以是一个很适合聚餐的地点 以上就是这次是家中小新生附近的不限时咖啡厅 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 可以再跟我说你们想看什么地区的咖啡厅 那我们就下支影片见咯 拜拜